现在12点半我来到了一个包头火山在这边 虽然搞的话这边有公交还有速度在还是挺方便的 如果去包头市区 那简单的话聊一下包头的一个城市 内蒙古就主要一个城市 那可能包头波浩德还有一个阿尔罗斯 这三个城市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 那其实包头的话它是一个重工业城市 这里的话可能是有着一个草原 草原岗城还有一个是稀土之都 有这两个一个美称的 那另外现在包头市人口的话 大概是应该是有将近300万一个人口 其实好像这边好像火山附近修建的也不是太好 而且也没有什么很高的一个高的建筑 这边这个火车站前面一条街 其实这边吃的住的还是挺多的 可能这边就吃的一些烧麦啊 什么羊杂碎啊 羊杂面羊肉面什么之类的 还有汉琴啊 那边有汉农酒店 还有一些宾馆之类的 这样的话都不是很贵 可能100到150左右 就适合赶火车 现在的话是下午5点 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包头的一个就是阿拉丁植物园啊 这个阿拉丁植物园的话 有着包头市的一个城市绿废啊 这样一个美称啊 因为这边的话绿化面积是相当之大 就达到了将近90公顷啊 可以说是一个城市的一个花园啊 这里面还有很多一些绿子之类的 建立于2003年的 那距今的话也有将近17年一个历史了 它分为两个园区的 有一个东区还有一个西区 那另外这边还有一个花园 那花园呢会出售一些 比方说鲜花呀 还会有供应品的 各种一些杂七杂八的产品 都可以在里面买到 那现在我带大家去 这个植物园随便走一下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的话是在这个阿拉丁植物园 这个东区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也有很多垂柳啊 就池塘包括桥啊 那另外还环境是真的没得说啊 然后很多一些 基本上一些包装市民啊 可能说有时候青岛的 会过来这边去晨跑 那平时周末的话 也会来这边霸王室这边散步 那另外呢据说啊 东区和西区啊 建设的年代也是不一样的 那东区的话是最开始建立的 就是在03年建立的 那西区的话是在比较晚了一年 就是2005年所建立的 今天的话包装的风景是多了一大 估计有个四到五级这个风啊 虽然可能出着太阳 不过还是有点偏冷 这边的话也是修了一个人工湖啊 这个湖的话应该不是很湿啊 但是面积还是蛮大的 然后也是绕着湖啊 修了一个人工牧师战道 然后的话可以来这边去晃悠一下 散散心 那我们其实看到远处 那边也有一个就是沉船地方啊 然后的话也可以就是在那边去花钱啊 就是沉船 可以在这边湖里面去飘荡一下 沉船 这边很多亭子的话也是被一些老年人给占据了 他们平时会在这边去唱一些歌啊 弹了一些乐器什么之类的 也算是丰富老年的一个生活啊 这个环境确实不错 这边的话就一网浮水 其实有时候你出来已经久了 不妨有时候找个地方稍微过去来休息一下 就看到远处的风景 看看树 看看水 其实也是对人身体上 心理上的一种放松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有不得柳枝 真的知道这边风景太大太大了 在这个阿拉丁植物园的一个市区啊 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围墙里面啊 其实还有一个盆景园的 因为现在的话马上快有点了嘛 所以盆景园就关闭了 行程的话应该百丁式开放的 里面的话也是有很多盆栽之类的 这边的话就是阿拉丁植物园里面的话有一个花样了 它也是一个商场别的 但这个商场的话卖的是杂货 还有是花比较多 我们看到这边就是出售卖花的一个店铺啊 这边总的还是挺杂的 这边的话就能看到卖衣服的店 还有卖一些储丸的 这边是卖花的一个店铺 前面会有一些卖杂货的 中心的话这边可能就是卖花的比较多了 各种一些花贵啊 盆栽啊这种植物比较多一点 有点像那个花贵批发市场 很多本地人的话也过来这边去选择这种花